大年初四的清晨两点多钟 当时街头温度只有九度 而在台中市呢 有一位电车问奖 看到了一位这个少女 拦车她停了下篮 但是当时呢 这个少女在这样的低温之下 只穿着睡衣睡裤 她也没穿鞋赤脚 就这个在半路上拦车 而电车司机在车上问她到哪 她也不说话 最后只好把她送往警察局才发现 原来她当时正在梦游 少女的步伐缓慢 在远警的陪同之下进入警局 不过从头到尾都不发抑郁 让远警实在是很伤脑筋 大年初四凌晨两点多 这名十六岁的少女 疑似梦游走出家门 当时裤外低温九度 少女睡眼惺忪 只穿睡衣和睡裤 甚至打了赤脚就外出 随手拦了一部计程车搭乘 司机察觉有意 立即将她送往警局 她进来就是一直 一直看拍手的状况 就是一直在 好像一直在 东张西望 好像精神不是 不是很难 一直东张西望 远警端茶水或拿热食药给少女 不过这个小女生都不接受 甚至四名远警接力劝说 要查明少女的身份 却只得到少女沉默的回应 因为她都不讲话 林启动 拿一个纸跟笔 就在她面前 一直跟她讲 要不然你就写一下你名字 据她家长讲 她以前的工作非常不错 那后来 后来就是 她个性有一点改变 警方进一步了解 才知道少女曾经是自由生 学业压力不小 个性变得沉默寡言 不过少女一思梦 有离家外出 父母还是直到远警通知 才知道女儿跑了出去 最近有李孟章 张俊东 台中采访报导